今天咱们开一次六级礼包 依然是开到头盔就不能穿护甲 反之一然 相对来说肯定是最好能开到六级甲的 然而偏偏要和我作对 没死你了 我就只能带个独眼神六级头 护甲则是空着 这就很容易死 并且死了还容易掉六级头 简直无解 所以背个四级包吧 带把改机没空吧 好消息是终于可以用榴弹炮了 最近一直在挑战很少用它 尴尬的是忘了带榴弹了 习惯一时赶不过来 有人来了 必须秒了它 被它反击我可扛不住 呀怎么自动开枪 希望它能掉个甲 还行有榴弹了 不知道我能扛住boss几枪 万一打不过它就尴尬了 不过耽误之急是必须找个甲穿 我灵机一动 捡人机的呀 没有 也没有 还是没有 万万想不到我竟然要捡人机的二极甲 真是落魄了 刚想去打boss 突然听到一个不一样的角度 保兴起戒心等等 果真有人 我是先用榴弹炸它好呢 还是直接开枪秒了它好呢 关键也不知道它穿的啥 四级套就开枪秒 六级套就榴弹炸 是四级套 能秒 nice 幸好捡了个二极甲 不然一枪我就没了 下面还有两个 舔包都不能 看见它了 差点把它当成人机了 还好还好 我真是太脆了 碰一下就残 原来是把玩好的妹控 特别值得庆祝 要是精致的 我就不一定能活着了 另一个包就只掉了些子弹 还行吧 打boss了 给我掉个六级甲 说除了 这家伙我得防着它点 被秒就尴尬了 搞定 完蛋 是个紫光 都这样了 还要啥自行车了 有个四甲穿就不错了 还是钢铁针线的呢 商店看了一下 没啥好东西 耽误了这么久 我也不想去辐射区了 再去打个boss吧 说不定还能遇到个 挂机的六级套啥的 你再想去吃 最近水城的boss 怎么都在一楼了 不能无伤打了 完蛋 又是紫光 刚才一套钢铁支线四截 这次又是独眼蛇四截 真是雨露均沾 时间差不多了 学校boss该二刷了 结果等了好几分钟都不刷 我决定最后一百八十秒 还不刷我就走 走 呀 故意的是吧 我服了 除了紫 还是紫 钢铁四甲也拿着吧 那能咋办 在最后二十秒的时候 安全返回 这把拽了一堆四级的 再来一次 我都要被自己蠢哭了 这把又是带了 流胆没带枪 算数大了 记性不好 出门看一下有没有人 有 四级套加AWM 能掉啥呢 哎呀 是粉光 精致AWM掉了吧 这啥呀 只带一发燃烧子弹 是故意刺激人的吧 而且他这枪也没装 流弹握把 和我一样健忘啊 前面有一个 没发现我 前面是个坡 一开镜就看不到了 悄悄跟着 机会不好 等他进水 拿了吧你 搞定 莫非我还得打劫人机的衣服 这下我好像没穿呀 这样不行 太low了 快看 是个六级套 就它了 随便吊点啥都给我吃饱了 时机差不多了吧 小乔没控的出速了 这也行 这六级套还没搞明明人在哪呢 妈爷 山顶有人 这个时候出现真是难受了 我还着急舔包呢 他好像没发现我 六级套的包值得冒一次险 这又是啥呀 还有三级头呢 白急雨后忘了 冒着上面危险舔包呢 而且现在对面还有人有榴弹打我 山顶还有一个 感觉我很难了 走了 趴在那就是等死 安全了 哎呀 好机会 我可以上房 等等 又来一个 太受气了 我受不了这气 上来就可以高枕无忧 就在这等机会吧 出什么事了 几分钟过去了 咋没动静了 人都去哪了 刚才不还都想打死我吗 不可能还在那藏着呢吧 那得多用担心 我服 我